哈喽大家好,这里是特别精彩有趣的五家无奇迹,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。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类能够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,但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会被真正适用,也不是所有的技术都会流传下来。 从埋在仓库里的俄罗斯太空卫星,到埋在北极冰层下的导弹基地,今天我们带来了神秘的技术,如今已经被抛弃的九个神秘技术。 1. 巴拉克拉瓦潜艇基地 在克里米亚一个名为巴拉克拉瓦的城市里,有一个秘密的地下基地,里面有苏联时期的潜艇,秘密地向外界隐藏着军事技术。 那里有核潜艇,如果被发现的话,它们可以摧毁整个城市,但在冷战期间,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。 它建于1953年至1961年,在基地里还有一些技术的研究,例如特殊的教练会训练海豚,教会它们如何将导弹或跟踪装置附接到敌舰上。 它于1993年关闭,从那时起到2003年,里面的东西被人们几乎掠夺异空,特别是金属结构。 自然而然的,里面所有的军事技术全都被遗弃了。 2. 暴风雪轨道飞行器 人类几十年来一直试图征服太空,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。 在这段时间里,许多国家都尝试过发射各种类型的航天器,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个都是成功的。 作为苏联太空计划的一部分,第一艘宇宙飞船暴风雪轨道飞行器的寿命非常短,这艘宇宙飞船是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,是俄罗斯的第一个可操作性的航天飞机轨道飞行器。 暴风雪号的首次执行飞行任务就成为了唯一一次,在1988年11月15日,暴风雪号发生声控,其次的发射非常成功,它经由一个特别设计的能源号火箭推进器被送至太空,加上飞船上没有宇航员,因此舍去了很多技术。 但是就在首次的成功发射以后,当局又因为资金和其他一些问题搁置了开发计划,并于1993年6月30日,被当时的俄罗斯总统给宣布终止了。 3.希勒的飞行平台 在20世纪50年代,一家名为希勒直升机的公司签署了一份合同,为海军科学办公室建造一个小型飞行器的原型。 9个月后,工程师们公布了首个被称为飞行平台的设计方案,为陆军海军计划而建造的单人飞行器,是由飞行员通过,向所需方向倾斜来控制的。 由于使用了特殊的双向风扇,平台实际上是无法下降的,这意味着如果飞行员倾斜的太远,平台会简单的减速而不是翻转, 但它最终被认为太小,速度太慢,在战斗中用处有限。 军队在1963年放弃了这个项目,三个飞行平台中的两个幸存了下来,成为博物馆的展品。 4.俄罗斯徒步列夫图144客机 邪赫式飞机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飞机之一,它已让乘客在不到4小时的时间内飞越大西洋而闻名。 但你知道吗,苏林也曾造过一架类似的飞机,而且飞行时间更早。 20世纪60年代,一家俄罗斯航空航天公司制造了5架超音速客机远锡型,第一个结果是图波列夫的图144。 由于其独特的定位,图144在登场后很快成为苏联彰显国家技术能力的工具。 然而,他并无法与比他更晚推出的因法研制的协和式飞机相提并论,因为其机舱内噪音过大,其实并不适合作为客机载客使用。 而在1973年,巴黎航空展中的坠毁事故更是直接判定了死刑。 由于图144并不被认为是成功的机型,因此很难在市场上找到其收藏品。 5.赫利俄斯飞行器 在太空竞赛中,NASA是知名的名字,但他们的太阳能卫星想法并没有那么大成功。 这架名为赫利俄斯原型的飞翼飞机是遥控的,它的设计目的是掩饰在高达3万米的高度上持续飞行,并且能够连续飞行至少24小时。 2003年6月26日,赫利俄斯原型机破裂,并在远程考验系统的试飞中坠落,在夏威夷岛,考埃岛以西16公里以西的太平洋中。 6.福布斯土壤火星探测器 随着各种太空计划将它们的飞船送入太空,这个竞赛开始已从其他星球寻找生命而目的了。 但是俄罗斯的福布斯土壤火星探测器却没有那么成功。 它于2011年11月9日,在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发射,但随后的火箭燃烧计划未能将其送入火星轨道,导致其滞留在禁地轨道上。 2012年1月15日,重新启动飞船的努力没有成功,它在不受控制的重返大气层过程中坠落到地球上,坠落在致力以西的太平洋上空。 更令人遗憾的是,我国一同研发的营火一号也跟随其坠毁了。 7.宽体高架电车 随着越来越多的汽车上路,会有人去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,是很有道理的。 以宽体高架电车为例,这辆来自我国的极具未来主义的发明是一辆巨大的滚动油轨电车,它能够在两条车道上滑行,下方则有空间供汽车继续日常行驶。 宽体高架电车也被称之为立体巴士和巴铁,在2016年的时候开始展示出来。 然而这项技术虽然吸引全球媒体的注意力,却在2017年6月被要求拆除了实验道路。 同月包括巴铁投资公司董事长在内的32人,因为涉嫌非法集资而被刑拘。 8.波音YAL-1 武器系统 当美国国防部致力于创建一种空中激光武器系统来攻击地面目标时,军方给予了厚望。 但他们很早以前就有这个想法了,在航空光学光束控制或ABC炮塔在2014年发展之前,在高能机关上就已被测试,被称为AB-1的机载机关武器,在2009年和2010年首次发射,但它没有获得预期效果。 在2011年,其研发计划就被取消了,并且在次年2月份被封存在了飞机墓地中。 9.世纪营 消失已久的远古生物骨骼并不是融化的兵所揭示的唯一事物,令美国军方感到意外和尴尬的是,格林兰岛巨大的兵持续融化后,一个秘密核基地于2018年浮出水面。 据说这是冷战时期,美国在格林兵盖下建立的军事基地,这个被称为兵下的城市的世纪营,是一项绝密项目的实验场,其重点是广泛的隧道系统,该系统只在容纳多达600枚导弹,随时可以攻击莫斯科。 在计划被终止后,里面的反应堆被拆除,设计营地后来被废弃,但是危险废物仍然埋在冰下,已经成为环境问题。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如果您喜欢,请动动手指,点赞,关注,留言,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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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